好的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六局 霍老师终于是被摸怕了 四盘球打了两个小时 然后这杆一个暴力解球中带漏了 习近斯拿到机会 两库的一个走位 藏道球队中间黑球挡住了 运气够背的 哎好像是还能看到一点 刚才给的一个特写镜头 咬咖啡球去了 嗯好球长台打劲一干 这习近斯就走得很完美了 右下方抵戴一个反暴 去库起来接一颗篮球黑球都没问题 有机会的话 还是尽可能的把黑球打回点位 这就入局了 右边中弹 推一颗起来 调篮球了 中低杆往下一灯 这样右下方底带是能接上的 好球打劲以后 往下一灯还是能够接上黑球的 剧本不像刚才你一局我一局的这么演了 确实经过中场休息以后 双方的手感和状态完全唤醒了 再拖拖拉拉的不像话 当然四强的奖金也不低了值得双方全力以赴了不低于基本上你像其他的一个排名赛的冠军才8万 但是上海大师赛四强就7万英镑了 亚军是10万5千冠军21万这是 第四高的一个奖金数量了 仅次于市井赛 英井赛和大师赛 好吃库起来再次要到了黑球 让我们看一下这局西金斯是完全有希望拿下的 两库起来 右边中带能接上 好 篮球一个向上的角度得绕一下弹 直接一哭下来了 西金斯的这个叫卫叫的 可以说球路吧 脑子里全是球路 抛架干 最后一颗红球 黑球连接上了 好球 收彩阶段 这个收到篮球还是不难的 目前领先26 台面27 打进黄球超分 超分 好咖啡球也能打到 关键是篮球连接粉球 这个球形上手就是一个一杆清台 西金斯不给你清 我玩一个摔带 我留一颗黑球 反正也赢了 四别 我们下一次 再次 关键